发烧话题就跟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中焰 共警饶台事件频传 造成两岸之间对立情势紧张 万一两岸发生战事 我国可以动员多少兵力 国防部长颜德发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 如果总统动员令以下 大约有26万后备军人要报到 再加上18万5000位现役军职人员 第一时间的防卫作战主力总人数可达45万人 颜德发此话一出 只有退役将领表示 这是动员理想状态 实际上很可能无法达成 不过台湾的兵力军力情况究竟如何 根据美国知名军事网站全球火力 近期公布的2020年全球军力总排行榜 中国目前排名第三 台湾则是排行第26 不只排名落后 面对对岸解放军人数200多万人 我国兵力人数远远不及 而面对如此悬殊的差距 壮阔台湾联盟发起人吴英龙建议 应该统整后备兵力 打造一个国土防卫部队 防卫自己的家园 不过这番话却引起了前国防部长 现任退辅会主委冯事宽的不满 面对复杂两岸台海关系 台湾兵力够不够 未来兵源问题要如何解决 记者李志华 吕翰威的深入报道 重达数十吨的履带式战车 深夜11点多 出现在淡水捷运站附近街头 格外引人瞩目 国军CM11有虎式战车 云豹假车 罕见地开上街头 国军第四季战备训练 规格模式和以往大不相向 过去演训都是以拖板车载运 不过今年选择以战时备战状态 进行实况演习 在两岸情势如此敏感紧张时刻 难免让外界产生诸多联想 除了装甲部队之外 这回飞弹部队也加入演训行列 台湾积极加强演训练兵 不过面对对岸 频频的文攻武嚇共击扰台 我国兵力军力到底够不够 根据国防部资料显示 台湾整体兵力总共有21万5千人 其中军职人员共有18万5千人 其他文职与聘工人员大约3万人 不过反观中国现役的人民解放军 初步估计至少200万人 两岸正规兵力人数相差10倍以上 不过国防战力不能单看兵力人数 必须整体考量 根据知名军事网站全球火力 公布的2020全球军力排行榜 调查138个国家 美国 俄罗斯 中国分别是前三名 台湾则是名列第26名 名次落后第22名的越南 以及第23名的泰国 越泰兵力人数约各有50万人 而且和周边国家军事情势紧张 并有实战经验 在排名上胜过台湾 反观台湾两岸的兵力悬殊 也让募兵制是否成功 再度掀起讨论 目前国防部的募兵 还有很大很大进步的空间 征兵是没有了 就当四个月的军事服役 那个不是当兵 那个是做军事训练短期的 所以我是认为我们的目前的是不成功的 而且有很大很大改成空间 过去两岸军事对峙 1950年开始 国军拥有60万兵力 1990年后实施金石案 兵力缩减到40万人 2004年开始实施募兵制 征兵制并行 并且逐年增加募兵人数 2014年底金翠案再将兵力缩减到21万5千人 到了2020年 兵力以资源役为主要战力 人数达到九成 大约是16万7千人 义务役人数剩下一成 大约是18千人 再加上少子化影响 兵源越来越少 同时2013年开始 兵役制度也有所改变 只要是1994年以后出生 且年满18岁的义男 仅需接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礼拜六 礼拜天要不要休假 要吧 碰到30国际 要不要休假 要吧 这种时候你一下 你一下怎么叫部队的长官 怎么来训练你们这些 宝贝的少为兵 最好是平安无事 谁可以决住就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四个月的确有一点像夏令 为什么 因为他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 而且他的训练 其实跟我们志愿役的 那个新兵训练 其实是有一段差距的 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 当作正式的军人 事实上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训练强度够不够扎不扎实 都让专家们打上大问号 担心万一真有状况发生 义男们是否足以肩负起 保家卫国的重责大任 因此恢复真名制的声音在起 现在我们所谓的军事训练役 他们就是训练四个月 然后是一个合格的步枪兵 问题是 不管他经过了几次的这一种教招 他还是步枪兵 他可能就是熟练他当初步枪兵的动作 以及他的战术 问题是 等到动员回来之后 他还是步枪兵 那他没有办法再做一个专长的提升 也就是当然如果我们需要的是炮兵 我们需要的是工兵 他都无法在短时间中升任 四个月常备兵役到底训练什么 第一阶段入武训练 以合格步枪兵为目标 规定体能测验必须达标 包括仰卧起坐与伏地挺身 两分钟需各25下 3000公尺跑步 19分钟内才算及格 第二阶段专长训练 则是培养军种兵科专长 当海空军如果他需要再整补 不管是人员或装备再整补的时候 那事实上来讲 现在四个月的兵上船 可能船头船尾都搞不清楚 专家认为一旦发生战争 只经过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后备军人 无法在最短时间内 到长备部队中参与作战 以陆军为例 官科除了步兵之外 还有炮兵装甲兵等 这每一个官科都需要有数个月 装备专长训练 然而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还要扣掉至少16天的休假日 真正受训的时间只剩三个半月不到 这样的训练时数够吗 当然不够啊 举个例子说 在新加坡 他们是一男都要去当兵的 要当一年半 当两年 以色列更是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增兵废掉 一男主当四个月 老实讲那个是不够的 是不行的 这个是错误的政策 面对各界对兵员不足 与训练强度的质疑 国防部表示 目前的募兵制要打造的是 小而强的精兵政策 然而面对中共解放军 悬殊的不对称兵力 应该怎么解决 壮阔台湾联盟发起人吴一农 提出国土防卫部队 就是在家当兵的概念 那在家当兵 其实是在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邻居 让每一个社区 有应变跟抵抗的能力 吴一农和前参谋总长李启明 联手提出国土防卫部队 希望可以提高 对解放军吓阻的能力 不过这样的策略 前国防部部长 现任退附会主委冯世宽 可不认同 不是国民兵 也不是民兵 它是一个新的概念 简单来说 我们现在的防卫计划 其实是采一个 多层防卫的概念 第一线如果是滨海的决胜 第二线如果是滩岸的间谍 我们再提的是第三线 国土的防御 我们要多层次 多重的一个防卫计划 才能结合起来 才最有可能达成一个 嚇阻的效果 根据媒体调查 一旦两岸开战 18到19岁的青年 有96.3%愿意上战场 但有高达87%表示不愿当兵 愿意上战场 却不愿意当兵训练 这样的民调 显示出年轻世代 对于战事与战绩训练 出现极大的落差与矛盾 吴云农表示 联合国土防卫部队编程 极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不论是退伍军人 或是没有当过兵的民众 只要有幸保家卫国 都能透过专长编组 在平时负责社区灾害防救 战时则是负责社区内 利用对环境的熟悉 反击侵入的敌军 我在谈的是 这二三十万人以外的两百万人 这些人已经被列管 已经是我们的后备军人了 我现在在谈的是 这些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任务 是防卫国土 当然这些成员包括 如果没有当过兵的人 包括女性朋友 包括退役的人 除役的人 如果民众有心保护国家 国土防卫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优势 因为这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平时就可以 在这里做好准备 学者认为战争期间 国土防卫部队 还是要上战场对抗敌人 简单的说就是全民皆兵 不过应该专业分流 才能让社会功能持续运作 与其说是全民皆兵 我比较赞成的是 我们要善用手边 我们国家的人力 让每个人都可以 在战时 发挥一些功用 发挥一些功用 这些功用可能是 有些人进入部队 与共军进行实际的抵抗 有些人投入神残 有些人投入灾害抢救 那有些人就从事伤患照顾 面对各界对后备战力质疑 再加上对岸军事威胁扩大 国防部后备改革 预计在2022年 成立防卫动员署 全国七个后备旅 也将扩编成为12个 由作战区边管 也就是由各军团 与花东外岛防卫部 作为战时的编程管理 更该重视的是 我们的后备部队 里面的军官跟士官 有没有足够的军官跟士官 他们的专长能不能相符 我觉得这个问题 说不定还比四个黑军事训练 意义的意义还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 后备部队的军官跟士官 他们的专长 跟他们动员的时候 所要担任的任务 其实是不符的 为了符合专长 后备装备规划将和长备部队一致 教育召集也从两年一训 改成一年一训 从五到七天延长到十四天 照照列管期 从退伍后八年内 延长为十七年内 薪资最高1.5倍 为1050元 虽然还在研领当中 如果通过正式实施 照训人数可以从12万人 增加至26万人 不过学者认为 无论疫期或是教肇延长 只要不落实训练 增强兵力都是空谈 好好的一套完整的训练 让他从个人 从武兵到班到排 到连整个过程 然后还有 还能够有不同的专长训练 这样才能够配合 未来的教肇的一个需求 不是说这个时间长的问题 也是在训练这样的问题 专家认为 无论是国土防卫部队 还是全民国防 建议国防部 可以先在特定区域进行实验 才能找出最佳方案 来面对步步进逼的军事威胁